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先倒一杯米 然后洗一下 然后倒一杯水进去 然后放在火上 煮10分 在碗里放进去面粉和盐 然后在一个小碗里放进去鸡蛋 水和油 然后把两个放在一起 然后生面团差不多8-10分钟 滚完了然后盖上10分钟 然后把双面团分成四部分 然后滚 滚上面团成过螺旋 然后切 把姜和大蒜结一结 然后放变香 把青菜切一切 把角肉从冰箱里拿出来 放在切板上 然后用菜刀来把肉做一朵 剁好以后 把肉放一边 油热好以后 把肉放到锅里 把肉末和大蒜炒 炒4-5分钟 炒4-5分钟 大蒜炒香了以后 再放 再把肉末放回锅里 把肉末和大蒜炒 把肉末和大蒜炒1分钟 再把肉末和大蒜炒 把肉末放入锅里 burp 把肉末放入大蒜炒 大蒜炒 炒到有香味以後 再放辣粉 現在肉末應該是 這個顏色 很香 放入杯水 放在鍋裡 麵條放在水裡 三分鐘 把燙好的青菜 放在麵上 然後放一湯 食的辣油 再加肉末 然後再加雞湯 完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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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很好 完成 完成